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是Irene 很感謝大家今天來到這個分享會 以及新書發佈會 很高興 我又看到我的朋友 香港電車高層 以及他們的員工在這裡 這班是幕後英雄 在我的書中 我有訪問他們 有十二個很詳細的報道 這個寶寶終於出生了 我首先一定要感謝中華書局 香港有限公司 因為他和我出版這本書 非常精美 大家也有機會看看圖片 另外香港電車 我也是很感激他們 因為在過去幾年 得到他們的支持和協助 允許我進去 可以拍兩間電車廠的照片 是屈地街電車廠 以及西灣河電車廠 也很感謝那些員工 接受我的訪問 很感謝你們 今天大部份都來了 今天大部份都來了 特別好多謝 Zero The Managing Director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Hong Kong Turnways 希望有這麼多人 幫我看這本書 因為我跟他說這本書是丁丁的 所以他們雖然很忙 他也幫我一把 他說要給丁丁打氣 這本書是獻給丁丁的 因為丁丁對於我來說 不只是一個交通工具 這麼簡單 我覺得它是有靈魂的活古董 自從1909年 它投入服務以來 一直走走了很多年 在這個月尾 7月30日 它就是漫進114週年 這個年頭 在過去的日子 走到這一步 不是那麼容易 你問問師傅就知道了 因為它在這麼多年來 跟香港市民風雨同路 見證很多甘苦與共的日子 一起捱過一些難關 好像前幾年有佔中這件事 稍後就找 我來談談這件事 而且也盛載著 你和我的集體回憶 這本書 就超過220張照片 是我在2015年 去到2018年的時候拍攝 記載我那個追蹤電車之旅 其實我覺得 去拍電車照片 這些照片 是經常都要等待的 因為不是說你出門 就會看到 拍到一些好的電車的照片 我也不敢說 我的電車照片是否真的很好 但我覺得是有一個意思在裡面 稍後我會說說 28個不記名車長的故事 裡面導盡他們的生活點滴 甜酸苦辣 非常有趣的 這裡要說不記名 不記名是我想出來的 因為如果他不記名的時候 他們很放膽地說話 就爆料 所以就是暢所欲言 而不是欲言又止 這幾個故事 稍後我會跟你說 至於有多少個提供故事 這裡就不方便說 因為我要保護他們的身份 另外 我亦進入屈地街和西灣電車廠 前後也有30次 有時會開會 有時會訪問員工 有時會進入車廠拍照 記錄到一些難得的廠內的實況 另外也有12篇深度的人物專訪 《幕後英雄》有10個 我覺得訪問完他們之後 也可以訪問管理層 因為由他們的角度看的東西 亦是不同的 到了最後日子 亦都很幸運 被我遇到一個 是他們的工程部的主管 做新鮮熱辣出爐 我亦都訪問了他 反映出員工的工作點滴 亦都是向他們致敬的 這本書總共有六個章節 就是六個章節 頭一個章節是說電車冷知識 就是用一些短的問題去問 譬如電車 一部電車的重量有多少 或者現在行走 街上的電車是有第幾代 如何去識別一輛電車的頭和尾 先來一個熱身 就會令到大家希望有興趣 看這本《追蹤電車24小時》的書 主打就是《追蹤電車24小時》 不是一定要從0001開始的 不是一定要的 現在一幅照片 在0354 就是《追蹤電車24小時》 由這裡開始的 為什麼要由這裡開始呢? 因為其實那天早上 我正在等待 就是一個頭班車的車長 就是開工 回來報道 我早到了 早到了有好處 可以拍這張照片 這個音樂對於我來說 是很少見的 因為平時進入房間的時候 在這個電車廠 有很多人 車又動 人又走 然後師傅又說去洗電車 突然間我覺得電車都靜了 只和我在一起 當然附近有一些保安人員在 而當晚的照明 其實每晚都一樣 這裡數下也有十四眼燈 而且在右手邊的電車 就是維修電車200號 那天他就不用開工 平時他就有機會出去 稍後你會見到 這就是屈地街電車廠 他們大家都俗稱西廠 終於回來了 高級車長林直 他應該回來的時間 最遲也要0433 所以那天他是準時的 他就打卡了 那為什麼我要回來 找一個 為什麼要跟隨這個車長呢 因為我是想跟隨那輛頭班車 頭班車 是05-04 這個系列我全部都用了一些時間 去跟隨 因為是跟蹤的 然後就追蹤 他是由這個 堅尼地城總站 就駛出 就是跑馬地的總站 你看到這個時間 不是很多人 你現在電車裡的一個 就是林直 這個師傅 這輛電車是120 現時來說 是最舊款的電車 屬於第五代 整個車身都是有木造 那個窗框是入筍 那些坐的地方就是騰椅 還有是烏絲電燈膽 如果他全輛車 如果是有機會的話 剛好就坐在上岸上 它是有一些復古的味道的 是仿照1949年 當時的款式和特徵 這是第五代電車 現在在香港來說 除了第五代 還有第六代和第七代 好了,我們出發了 以下的照片 你會看到是光線的變化 天氣的變化 或者露面情況的變化 亦有人的思緒 港島著名的建築物 在這個系列 我是有66張照片的 我只是想展示一些 比較平時的小見的 以及為何我要拍一些照片 或者大家需要討論一下 我可以在這裡討論 這幅照片已經是光了 本來暗了一點 就是忽曉時分 晨光仍然是很微弱的 電車就隨隨駕駛過 這個堅尼地城游泳池 認不認得 你接著會在0701 看到那些光線打入車廂 那個光線仍然是很柔和的 旁邊的一幅 太陽出來了 所以要上班 這個站就是希利街站 電車站 我經常很花腦筋 想想電車如何用另一個角度去展示它 這個就在沙基灣 那天我進入了一個老水鵝店 店鋪店 我凌機一觸 因為這幅是一塊鏡 大展紅套 開張時的鏡 送給他們 我看到剛好有輛電車 我就很快地拍攝了它 而且你看到這一幅 這些老水鵝是港味十足 亦是香港的味道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製造 我聯想到電車亦是香港製造 而且它剛剛在左邊的紅塗 其實是一個很厚的膠 就是開了冷氣 要擋住它 不要流失冷氣 電車是服務各階層的人士 例如遊客、菲律賓姐姐 還有其他人 例如在中環 我昨天才看過 我發現真的很多不同的階層人士 都會乘搭電車 這幅是西港城 它是最古老的街市建築物 愛德華風格 電車的服務是1904年 這幅是1906年 是遲去兩年 通常拍攝這幅照的時間 大部分人就會上了天橋 拍攝的右邊 然後掃過去 那天我很勇猛 我走到石坡 你知道車子有相反方向 然後我走到石坡 就拍攝到這個角度 而看到三個不同的方向 你可以看到 左邊這個就是電車洗經北角 這個是粵劇的勝地 新江戲院 在19時刻 這張我在哪裏拍攝呢 我在沙基灣總站附近 有人猜到嗎? 有人猜到嗎? 八珍甜醋 對,八珍甜醋 沒有 為何我在等電車時 八無聊乃走進去看 然後我發覺 咦,為何一個電車要經過呢? 這個又是有什麼想法呢? 就是 這個甜醋已經有八十六年的歷史 又是香港的味道 又是香港製造 在此時此刻 兩個就是遇上了 其實如果是電車迷在這裡 打工也挺好 都突然看到電車 是不是? 好像是一些家族生意 那天其實我拍攝 拍攝這張的時間 我又檢測一下 跟裡面的顏色 突不出的電車 那裏拍攝了半個小時 當然很尷尬 如果你不光顧 我跟他買第一瓶豉油 然後沒多久又再買一瓶 再買一瓶 轉換買了三瓶 然後抬到回到東涌 沒有辦法 如果你想拍攝電車 我又有一個藍色出來 是不是? 如果他的電車是比較粉紅色的電車 那電車很難 為何不撞出來 好 那到那晚下雨 平時我的小背囊 也有一個相機在這裡 也方便自己 遇到下雨 就去拍攝一幅 這個就在Landmark附近 好了 來到這個凌晨了 這個是尾班車 0114 因為我說不想坐過尾班車 所以那天12時半 就已經凍在這裡 我想一下視察一下環境 還有設好腳架 滋滋油油的拍攝 但那天我很後悔這麼早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張照片的右邊 大家也知道了 有一個石膊 大約是十多馬 有一個香港的男人 就不斷罵 用粗口罵 對著手機 就很激動 那條街當時只有我和他 而且就奈不奈 有些人走過 或者是一兩架電車 那我就不敢看他 免得一會兒 觸動他的神經 那我就想一下 好不容易離開 但我又過得這麼遠 那我就在想 但他罵得來 好像有一個圖案 很穩定的 然後我就在等 也看到車掌 好像又不是求救 我就說 還有多少架 尾班車 有些人又不知 說兩架 是不是要等五、六架才來 那時是2014 當然是很開心 那時我想一下 最後那輛電車究竟是哪一架 唉 微笑丁丁 我真的很開心 我問為什麼呢? 有得離開 這個也是一個經驗 還有 我做這個24小時的追蹤電車 就是我希望自己從頭到尾 所以我就有那個感受 有那個經驗 因為我在2015年 成立了一個追蹤電車隊 大家也聽過了 那時候就是大家分頭 去陷入那個24小時的系列 始終自己也好像沒做過 所以就是從頭到尾 希望可以展示一些有趣的 獨特的相片出來 現在電車收工了 停駛 但是呢 外面還有電車 維修電車通常在 12時半 就是凌晨那裏 它就會出來 做到5時 為什麼呢? 5時它要交場給頭班車 因為它們又要出來 現在你看到這個 就是 很光的下面的一個就叫爐膽 爐膽裏面那些就是鋁熱溶罕 那些物料就在燃燒 你在那三個雪糕桶的前面 你是不是看到一個路軌 這些路軌是一枝枝的 在兩條路軌的中間 頭和尾都有一枝膊 現在就是有一個位置 這些燃料 它煮到燃燒的時間 它就會倒下去 凝固了之後 就開始車載電車軌 一般的師傅就叫做無縫罕 這個縫口位 另外現在是2時09分 你記不記得最遠的電車 綠色那一架 就是剛才我們第一張 在右邊看到的維修電車 今晚它開工 剛才它沒有開工 前面 這一架中間的就是自動露軌燒焊機 散卻了一些人手的功夫 所以就… 在這些照片上總共有十幅 因為我對這些就不認識 而你拍照的時間 也不要太過騷擾那些員工 因為他們在趕工 所以就問幾句 但始終我要做展覽的時間 展示這些照片的時間 我一定要明白 然後我告訴你們 所以我就盡量拿了一些資料 拿完之後我就覺得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麼完善 這些東西這麼詳盡 這件事我也透過香港電車 找了負責的工程師 古國強先生 他真的很好 他一張照片給我看 或者有需要補充 他也給我補充 所以這十張照片是非常有趣的 我覺得 就算我對這些燒行的照片 不是很理解的 但看完之後 我覺得是… 是很好 這裏就完了 現在說到第三章 二十八個不記名車長的故事 那這些故事 就是很好看的 提供故事的人也會有興趣的 他連標題也都給予你 什麼鬼 鴛鴦蝶命 紅燈泛情緣 然後就有一個當電車遇上佔領運動 例如齊新遊士城 每個故事都有其特色 而且這些故事 上一年展覽在丁丁去九龍的時間 已經有十個鬆點的故事 當時跑出來是大熱 我記得當時我們貼在這裏 有些訪者說 有些小的字 大家會逼著逼著來看 我覺得這些可以再收集多一點 所以現在就變成了二十八個 有很多很好看 好了 講到為什麼我會和電車扯上關係 其實我和電車 最初是一點認識都沒有 除了乘搭電車也有這樣的經驗 因為我曾經在啟德郵輪做過一個展覽 這個場地提供者 做了一個展覽之後 他跟紅燈說 喂 幫我們做一個電車展覽好不好 我當時就覺得 有什麼好做 每個人都見過電車 我自己也見過電車上 這些題材不是那麼討好 那時候很無知 但是不知為何當晚回到家 我就上網搜查以前的資料 那些報道 翌日又去圖書館借書 他給了兩個位置 我覺得是可以去探索一下 可以做展覽的 第一個就是 原來我知道那些電車迷 他們很想進入電車廠 但是當時的申請也不能進入 而且也覺得那些電車迷 他們很瘋狂 很喜歡追求120電車 或者特別喜愛的型號 這件事令我很好奇 有些人做了一些很小的模型 他又會和120大家拍照 我又覺得很希望了解他們的心理 於是我就紋身了這個念頭 追蹤電車24小時 就開始接觸香港電車 就發了一個電郵給他們 而這個電郵一個月都沒有消息 到了之後我就說 石沉大海打定輸數 就是那一下 翌日就有回覆了 過來開會 我開會的時候是戰戰兢兢的 因為他就跟你說 這個就是安東先生 坐在前面 他就問他為什麼過來 想拍照嗎 我就說因為我想搞一個展覽 關於電車的 而那時候就已經成立了 這個追蹤電車隊 今天就很感謝追蹤電車隊 部份隊友都在這裡 多謝你們來 於是我們就快點拍照 怕他會反口 我就記得 然後就拍了一批照片 然後我們追蹤電車隊 做了兩個展覽 說完結時的尊大眼 seine 剛才 de 口碑不錯 就過年有很多人來看 我覺得展覽 龍 Weir 會怎樣 proph loan 會有很多人來看 但是始終有一本書 能夠記載一些曾經拍攝過相片 或除了電車 去到其他員工 我覺得有點 Gon? 始终可以安装着 以及希望为丁丁留一点历史印记 这个电车厂说了这么久了 是屈地街电车厂,叫西厂 电车的重量一般来说是12吨 你看到前面这个照片在下面拍摄 所以有点夸张 其实它的直径每一个电车的车胎是84厘米 在这个屈地家电车厂 刚才有没有说过可以拍摄110架电车 这一个就是工场 一架电车就有四个车胎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最喜欢整股人 每天搭电车的人都未必搭 有些认为是六个车胎 这里值得一提 就是香港电车是香港制造 难得一提就是那个工场 现在在看那个工场 以及电车厂是同切一指的 在全球来说这个情况是很独特的 而且它不止是唯一 设计也在那里 生产也在那里 以及管理庞大的车队 都是电车营运商 全部都在同一个地点 所以香港人是值得香港人引以为荣 因为Made in Hong Kong 的产品就越来越少了 右边这一幅就是一个电车壳 做一架电车不会由零开始重新做 通常就是旧的电车用得着的部分 继续用 如果不可以再用的时间 就会用一些新的物料 一些部件、一些零件 再重新装嵌 这件事就是用三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做到电车 这件事是省下时间 亦是很环保 以及减低成本 但是一架电车就快了 一个星期 涉及几个部门 我在进入电车厂的时候 有些人拍了这些照片 左边就是 现在它在安装电车车身广告 而右边这个是在电车厂第二层 它上去上面 我那天拍了它 应该是拆电车广告的 左边这个幕后英雄 就是五静悦师傅 他是负责车厂里面的 以及他的保养工作 我很有印象 因为他的衣服穿洞 而且他的杯子也很饿舌 今天有没有带来的 你下班 你下班就拿来看看吧 因为那天我在上层拍我 做我的事 但是我发觉整天早上 他在这里很忙很忙 我说 在这里烧汗 我说不用休息吗 终于他拿杯茶 不知道是水泳茶 他喝的时候 我就拍了这一幕 但是我记得一个心里面 就是说 这个杯子这么死旧的 一定有故事 而且是这么辛苦的 在两年半之后 今年年头我终于访问到他了 原来发觉 人家知道他的杯子 就是跟着他三十年 在湖南的时间 当时八九年 他说当时就在厨仓那里买 因为他怕八九年是民运 就逼爆 他就带来香港 这么多年来都没有 他那位磁化杯 告诉我 就是可以淨化水里面的杂责 这个故事也很好看的 但是幕后英雄不止月哥 今天来了很多 我想告诉你们 我认识这些师傅 或者是女车长 阮言那些 各有性格 他们大家出生自 不同的背景 大家是不同的原因 去加入香港电车 我听到他的故事 在不同的岗位里做 所以他们一定有很难忘的事 我亦用了访问他们的形式 访问 我希望不要妨礙他们 但是很多时候 都会聊聊电话 都会三更半夜 或者有时候有些要补充 右边那个是强哥 刚才他告诉我 好像身体不太舒服 洗电车 拍摄这一个 就是落车底 我记得那天是九点十五分 因为角度在下面 其实那里是很窄的 坑里只有33.5吋 你可以想象 你家里的门是36吋 通常是最标准的 那就是很窄的 而且你又要戴安全的 头盔和帽子 又要曲线的身 然后那时候那些师傅 就在洗电车 水花四千 然后又要担心水走进来 步步围形 就要踩过下面的渠笔 然后一踩到水油标 就要尽快拍摄 这些是退役了的车速控制器 英文叫做Drum Controller 那天拍摄的时候 有很多步 就在东厂西湾河那里 好了 就讲到另外一章 就是刚才说的那些 十二篇深度人物专访 这里你可以看到他们的 我想也介绍一下他们 首先就稍后 或者稍后再介绍 稍后我会找关长官讲故事 然后讲完之后就介绍你们 你看到这一位 就是最后一个悼念肥师傅 肥师傅是教车师傅中的师傅 我跟他见过一次面 是在一些活动上 关长官介绍的 我觉得他人很和安可亲 没有多久听到 去年九月的时候 就认识了他没有多久 他突然间因为病 就走了 而当时在念书里面 他们的同事 都觉得很可惜 太过突然了 我觉得这个肥师傅 他们很匿称他叫肥师傅 他在香港电车服务了四十五年 走的时候差不多七十岁了 我觉得如果在《滑后英雄》 这里没有他的部分 是一个遗憾 于是我就找到交通行政总监 透过香港电车的安排 当然梁忠健先生 就是收集一些同事 想说几句 悼念一下他 和他之前生前的点滴 和他的相处 我觉得这篇也很好看 将会有一本书送给他家人留念 最后这篇就是说电车是可遇不可求的 因为当他可以投入服务的时间 他就要出车 譬如说他们有些电车迷想追120号 但是就不能追到的 真的要很有耐性 或者是必经的地方 你就会站在这里等他 香港有六条电车线 七个总站 最长一条就是来回堅尼地城 去到沙基湾总站 每辆电车有1至175号 其中有八个数字是不用的 电车迷有时会揣测 可能是不吉利 或者是有意外 或者是退役了 其实电车很多时候 有些是翻厂 周期性要换零件 电车跟电车相遇 某一部电车理想 就是一个机遇 话虽如此 我曾经访问过安东先生 我说电车可不可以包的 是可以包的 譬如说 你和太太在15号车相遇 是可以包到去庆祝 租车 好了 我的部份就完了 我现在就想请关长官长 可否请你上来 关长官长是助理营运经理 他一生很传奇 如果你说香港电车 关长官长真的没有人不懂 关长官长很感谢你 上来和大家聊聊天 他是大学生 很多年前 30年前加入香港电车 其实爸爸做纸张的生意 想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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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帮父亲做了八年 但是他很喜欢电车 其实他的心愿是很喜欢做车长 但是第一份工作是做臥底 臥底就是 譬如说 他要去偵察车长会不会有不当的行为 或者偷公司钱 这样的 就是无间道 做完之后 都没有一年了 差不多了 一年左右 一年左右 终于可以成为车长 但是太聪明了 升他级 他做了几个月车长就没得做了 然后就做契茶 所以他的知识好像一个活字典 有很多东西都可以问他 他当然有很多故事 那我可以分享两三个 有时间 可以的 不要说我这么急 好的 首先多谢中华书局 多谢Irene 邀请我们来出席 这个新书的发布会 其实对于我们的电车来说 我们是相当开心的 因为更加多人认知电车 今晚Zero 我们的管理层 Anton 还有很多老友 好像Alan Zhang 甚至乎那些同事 很多都出席了 好像Joseph 我们很感谢你们来 听听我们的故事 其实电车 我114周年 其实整体来说 电车在港岛区 其实记录了香港人的一个点滴 其实电车在港岛区里面来说 发生所有的事 除了我们的小故事之外 其实是陪着大家一起成长 其实我们有赖很多市民 支持 甚至乎有些粉丝 将推广电车的 在今次我想说一说 Iwin 在2015年我认识她 但是2015年认识她的时间 就是经由Anton 就告诉我 但是当时她将我们电车的 神秘的面纱 给她揭开了 过往来说 电车真是你只拍外观 拍车身 其实有些东西是一般人不是可以拍到的 但是她揭而不舍地追我们 甚至乎有些东西 甚至乎有些地方过往没拍过的 她也拍到的 坑底 不让她下去 她也要求申请她下去拍的 那我配合了之后 那见她有两次的那个推出 其实她也有两次的电车 其实她也花了不少的时间去做的 甚至乎她追踪电车的时间 晚上很晚的时间 她也还给我们电话 就问那个工程车的位置 所以她花了那么多心思时间下去 这本书其实反映到 我们另外一面电车 其实相当是有个吸引 其实我们的同事和粉丝都很喜欢 因为她上次那个丁丁出九龙 其实已经带动了很多九龙区 外面的地方的电车迷都相当投入 这次她说的故事来说 其实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一部分 其实我们电车很多的故事 经过不同年代的师傅都有 或者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本身就八九年入职电车公司 我做到现在 我初初入职的时候 就像刚才Irene说的 是车长 跟着做神秘乘客 跟着就 跟着做神秘乘客 跟着就是 跟着就是 到17年的1月 我就升了为现在的助理交通 助理营运经理 其实公司在不同的发展的年代来说 其实都给予我们很多的发展 给予我们工作的很多空间 或者我们先讲一讲 一些故事给大家听一下 我八九年入职 九二年 就做了控制室溪查 九二年的时候 我做了安顶SI 就要落 司令营运经理 司令警理 我驾驶到行车 我驾驶到行车 有一天收到个叫 控制室通知 租碧尼街 有单交通意外 那单交通意外是巴士 遇到小贩 小贩跌到地上 就跌向电车 当时诸彼尼街东行站是一个电车站 我们有个电车刚刚在位置 那个伤者事后知道 原来他撞了之后 他就躺在电车路上 人们躺在马路上 手躺在电车路上 被电车由头转转过了 当时就很紧张 现场有很多警察 当时我们落到现场 看到有两只手指已经压扁了 当时的救护员就说 他还有一个手指 大家知不知道在哪里 我们很紧张到处找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 十分八分钟都没有找到 凭我的经验来说 通常来说 我们去到现场 都看看没有其他电车路上 我趴下电车的车底看过去 就看到有一只手指 就在那个车顶上 在那个车顶上 那个手指还在那里 接着我就叫救护员 帮忙拿下手指 这里有个人 变成了帮助了 帮助了小贩 然后他这只手指 就可以拨护手指 甚至乎他也有再多谢我们电车公司 另外那两只 怎样 另外那两只已经报销了 听说那只剩下的宗旨 对 对 剩下的宗旨 我记得访问关长的时间 他说人家有难 能够施以援手 他说这份工作对于他来说 是有意义的 那你下一个故事 再说一遍 好 我又再说第二个故事 就是1994年 如果大家是电车路员 在港岛区生活的 自然知道有两个区 西区、 鹤米兰、 北角的 春阳街 其实整体来说 这些地方 就有很多货物搬运 还有很多小贩 营商的地方 他们既爱是扯狠的 喜欢电车 因为电车的价廉物美便宜 接载他们 就出入上班都很好 但是他又嫌电车车阻止他 甚至乎有些 电车沿着春阳街 举例沿着春阳街 正在进去 春阳街如果住在北角区 便会知道 他们有些卖菜 卖猪肉 他们就会卖菜 卖猪肉 他们的停车 停在电车路 停在电车路 就不让电车过 如果我们 我的电车有班次 通常如果坐一会儿 那些伙计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有一段时间 都不肯走开 他们会拨打他 一拨打他就出事了 一拨打他 他们有些手勾 如果运赛有些手勾 就轰在电车上 就轰在电车上 空湾的车长 车长就不敢出声 就站住在那儿 接着打电话去控制室 或者打电话去北角 我们就叫契察出来 其实习惯做开 我们的契察 如果我们做得久的那些 都会记录了那件事 接着报给控制室 还有记录了之后 由公司 再集合了所有的报告书 就跟警方反映 再争取再反映 跟警方反映 但是有一件事令我难忘 就是有个新的契察 他入职了半年左右 他做人是很积极的年轻人 有个司机打电话进去给他 警察 我车不能走 十几分钟还没走 我认识到下猪的车 还在下猪 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个契察 马上拿着笔和笔 就冲了出去 冲了出去 一旦见到 你先退一辆车 让我的车过去 你再下车 先退一辆 原来那些猪 就在里面有一间店 有个肥佬 如果做得久的司机 责师傅 可能都会认识他 肥佬就 一手在猪肉桌上拿一把刀 一路追进去 追着契察 那契察就走 一路逃走 走到自己的站长室 自己的地方就没事 原来这个猪肉佬很厉害 他照着衝到站长室 我们甚至拿刀 想砍那契察 我们就劝 叫 后来饭堂 有些师傅 走过来 帮助他 可能会认识他 和他 一起困住 祭祀了他 那些人 但那些猪肉佬就出去了 走到出去 但是我们的契察 腿都阵了 直接不敢动 坐下 不敢动 我们解释给他 就开解了他 当时他情绪也很不稳定 然后第二天 第二天早上 他回来 他说我不做了 他立刻辞职不做了 他说我回去和那些人聊过 我自己感觉到 当时的情况 我不能再应付得到 我辞职不做了 其实这些很可惜 但是实际上来说 其实在 94年之前 94年那段时间 其实很多时候 都会出现 一些混乱的情况 到了96年 重组了春阳街北角之后 就开始有些改善了 还有当时 运输署和警方 都协助帮助手 帮助处理 重组回北角的 那我们要听下 下一个 口不口干 那我们快继续说一下 这个行业 有一个 可能大家都熟悉的 在2005年12月 WTO 世贸的会议 我入职这么多年来说 最惊险的一次 就是亲身感受到 是自己直接感受到的 当年有个韩龙 很有组织性 很有组织性 游行 就申诉 和要求世贸 要求世贸 有些诉求 这个就是维苑出发 维苑出发 沿途去政府总部 这个是原先他的编排 他的要求 但是实际上来说 原来在世贸 外面 就已经 在外面 就已经 就有些示威人士 在这里示威着 甚至是跳海 那就很激 那这班 原先我们跟着 游行的人 由维苑一直跟着 去坚拿道 就开始起哄 开始变了队营 原先他们游行 就一般很有 很有规范的排队 很有系统 但是去到坚拿道 已经 他们有些棍 竹子 已经拿了出来 然后他们强行 就过天洛里 马斯道 想冲过马斯道 天桥 就过去世贸 那个 sorry 过去匯展那边 就参加示威 但是警察就不让他 当时警方 就完全不让他过去 那我们那些电车 去到那个时间 甚至乎去到 天洛里马斯道口 那些示威的寒农 那些警方 就围住了电车 不让那些电车走 那警察就协助 帮忙把他们驱赶 但是他们就强行 用那些强行上电车 甚至乎拿些竹 拿些东西来对抗警察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那些车又被困在里面 警察和防部队 在那个时间 为了驱散 他们不让他们继续 去马斯道那边出 就扔出雷弹 我进行这么久 第一次在我旁边 有出雷弹 在那个时间 我们就叫车长 就关门 上了车的就没办法 其余那些 就 我们就跟警察 合作要求警察 协助梳渡那些电车 其后警察 就把那些寒农 驱赶 全部出去了马斯道 这次我在工作期间 最惊险的一次 好多谢关长 谢谢 那我下一位 就请 多谢大家 车长 陈兆忠 他什么电车都链到 他120号的电车 普通电车 观光电车 最近是否开了很多观光电车 这人是 是的 我给你一个咪 我叫他 中哥 我跟他很有缘 去年 丁丁去九龙分享会 也是他 有时候我去拍电车照片 每个下午都可以看到他三次 他可以从这里 从那里 从那里 我听说 你小时候 又在西环住 是吗 是 他告诉我 对丁丁很有感情 为什么呢 他幼稚园也是坐丁丁 中学 小学 都是坐丁丁 对吧 那你一定有些故事 对吧 通常你做观光电车 有什么特别的事 难忘的事 难忘的事 有的 我记得有一次 晚上 最后一程 有一帮韩国家庭 上我的观光电车 上车 我会跟他们拍照 家庭照 留下一个纪念 韩国家庭 去到尾站 上环街市 下车 那家庭留了一部相机 那一位服务员 就在车楼上 撿到给我 我看到那个相机 是我之前和一位 一帮韩国家庭拍的 那我就努力追回 我认得的 我认得的 追回去 追了几条街 追到新水新汗 那时候是夏天来的 对 那看到他 我让一部相机 给他看 他就 那种感情 即是那种变化 就由不知所措 到放松了 面上的变化 突然间给我的感觉 很有满足感 最后我给他看 即是要求他 打开那部相机 那里面的相机 证实是他们的家人 那我就给他们 他就很高兴 之后我再看一会 那条电车龙出来了 我马上马上回到自己的车 马上马上回到自己的车 那几辆电车 几辆电车开不上 因为你已经成功了 大约四五架 四五架 是的 真是对不起 那一次 对了 讲多个 但我韩国的家庭 就很开心 因为回到自己的回忆 对了 在香港旅行的回忆 对了 讲多个故事 還有一個就是求婚 我記得有一次我收到公司的安排 晚上在駕駛120 120的客人其實訂車的目的就是求婚 我見那位先生一個人來到電車廠 就報自駕電車 剛好他那天可能是安排不到兼職 直接我跟那個客人招呼他 他就跟我說他的目的 服務員是嗎? 平時有些服務員 小灣晚上會另外有服務員跟車 那天可能就是 可能安排不到 我直接跟那個客人溝通 他告訴我我要求婚 他上面怎樣佈置好 然後跟我說那個女生在哪個站會出現 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我跟他的指示 然後駕駛到上環溪里街的站 我認到那個小姐 我慢慢地在她面前停下 那個小姐還未知道什麼事 完全不知道 看到她的拖友拿著雜塊的樓梯 慢慢地走下來 開始知道了,開始笑了 然後那個男生就聘請了那位小姐上車 上層 上層 然後那個過程我又不知道她是怎樣 我一路隨便去到銅鑼灣 然後就停了一會 看到她沒有發聲 我又不方便想去打擾她們 然後我就差不多時間開回廠 回到廠外門口 很開心地走下來 司機我成功了 我求婚成功了 好像說抱著你 是啊 其實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們一個人來到屈地街電車廠 兩個人牽著雙手離開一輛120號電車 讓她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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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為何我在電車公司 有一個很滿足的感覺 因為可以跟大腿不同的乘客 有不同的喜悅 你好像駕駛旅遊電車 你看到不同的遊客 對著認識香港 介紹香港的歷史 因為你坐到觀光電車 就像一個博物館一樣 它有不同的展品給你看 例如我們的控制器 你剛才剛才拍照的控制器 超過一百年歷史 哇 有很多小朋友 不知道輪制是怎樣用的 常常以為是轉彎用的 其實輪制不是轉彎用的 是用來停車用的 是用來停車用的 小朋友也很開心 你們有機會遇到鍾哥 或者有時候不用遇到 你只在電車線上都可以揮揮手 你會經常見到他 我現在介紹了關老師 叫做文學院長 月哥和鍾哥 我也想很快樂介紹 其他幕後應員給你 因為稍後我們有一個簽名會 除了可以請電車公司 董事總經理 商業和企業事務經理 還可以請他們簽名 因為你現在未看到他的故事 但看完故事 你可能真的很希望他們 我就建議你們 要先簽了 因为里面的故事各有性格 第一位是邓华泽总车长 你站起来让大家知道 让大家看看 很英俊的 我们叫他泽师傅 第二位是女车长邱软宜 软宜,你站起来让大家看看 软宜就是 传媒拍得最多照片是她 如果说是女车长来说 因为她做杠杆电车 她也有做 另外就是 朝气勃勃,刘俊豪 阿俊 亦有访问她 然后是副厂长 工程部助理主管 邓柏林先生 帕哥,让大家看看 谢谢 帕哥要提一提 她是很厉害的 现在所有飞典型电车 很多都是经他手 就是设计一造 她的故事也很值得看 其实她的故事也很值得看 接着下一个是张士勇 我叫她勇哥 勇哥,请你站起来 高级机械技工 这个又要特别多谢她 因为为什么呢 我初初进去电车厂厂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 连那个叫Bogi 我也不知道 但是她提醒我 先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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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是什么 什么 但是她拍了之后 她后来告诉我 很感谢她 其实我也是受到她们的分途 对电车越来越喜欢 另外一位 这个叫荣总 很厉害的 在书里面 有她的照片 在电车底下 是检查电车丁丁的 关国荣 她就是工场品质监控主管 又有她的故事 我介绍了 有没有她介绍了 好,多谢你们今天 我现在 钟哥 请你们接下来 好 essayer 可以起来 щоб我们D 来个舒适 请你這些 让您拿到我们说 那就会选择 去的话 我要欢迎 Info 就请您 Chang8 可以吗 其 Leg Xu 剛才我已經用中文介紹他們的名字了 好了,我現在先整理一下 敖先生在2016年11月獲得法國的母公司委任來到香港 去年我們在丁丁去九龍的展覽時間 我第一次見他 他在2017年8月升到董事總經理 正式掌管香港電車 現在我想問你, would you like to say a few words? Yes, of course. So, thank you. Hello, everyone. So, we are very happy to come here to celebrate the launch of High Reign's book and see all of you today. So, yes, congratulations, Irene. nasol and also thank you to Chenghua Book Company and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est to the Trump and a interest to such extent that you have published this wonderful book and so I'm sure that all the Trump Fans and there are many here will be very happy with that book 她說很感謝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對電車有興趣 而且她幫我出了一本這麼精美的書作 而且她很肯定電車迷一定會喜歡 她想說香港電車一向以來很積極推廣文化的活動 而且她很歡迎跟藝術家合作 所以我們的公司是一個人類似的公司 香港電車是以人為本的 這因此我非常感謝你們的公司 提到我們的公司來訪問他們 並非只要關注於特朗普的公司 但也關注於人們 她說很感謝她 她很感激我 她說因為我是去接觸她的員工 以及去找他們做訪問的 她說我不單只是喜歡電車 還會找他們的員工和聊天 她說我應該觸動他們的心 多謝你們來 她說她說 她說藝術家他們充滿正能量的 她說她是令到他們很鼓舞 對於他們的員工 在我們的社會 快速改變社會 當我們的社會 快速改變社會 正在我們前面 香港電車 每天都會有很多變化 還有現在有些職業 在香港社會 都會有很多變化 她說我們在香港社會 很快速 每天都會有很多變化 還有現在有些職業 都會有很多變化 她叫甚麼呢 智慧城市客 她說香港電車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公司 他們每天都會面對一些很巨大的挑戰 但是她很開心 有他們的團隊 心系電車 他們會找出一些解決的方法 還有她將困難解決了她 所以我深信 她深信電車對於香港來說 是一個重要的資產來的 絕對是一個很獨特 和很正面的交通工具 我想她是指環保 所以她能夠聯繫了香港各階層的人士 不同的世代和不同的背景 而為我們自己的理由 我們都會分享同樣的感情 和能夠感受到神奇的力量 我們都會感受到神奇的力量 所以來結束 來結束 我只想要謝謝你們 給我們的傳統神奇 謝謝 她很感謝我的貢獻 謝謝 然後我介紹安東先生 他們說法文是難不及的 謝謝 謝謝 難度他們 公司的員工通常都叫他們安東 他們 我有問過一些員工 他們又不講中文 怎樣溝通 始終有一部分人可以用英文 但通常他們在早上上班 他們會說 hello 和他們聊 我認為這些是很好的表現 而且他們有很多同事 他們說英文的時間 他們會直接和他們聊 我在2015年 找香港電車 就是安東接見我的 就是我第一次的方向 香港電車的方向 而當時有一個同事 就是Benoir 他叫做蘇本 就是他們見我 於是我就跟他說 為什麼我想 進去香港電車拍照 和我的隊友 那麼 那麼 安東她是經驗非常豐富 在法國來的 標誌 還有法國國鐵 還有一些旅遊車 那麼他跟我說笑 就說 他什麼玩具都玩過 現在就玩電車了 所以他經驗非常豐富 那麼 安東 所以 我請問你 What are the current challenges faced by Hong Kong tramways 我想問他現在 香港電車最大 他有什麼挑戰 或者有些 這個地下 OK Thank you Irene 謝謝 我們經常定我們 我們的任務 是 保持這個優秀的 運動 以及 改善我們的 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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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挑戰 最主要是 找到 正確的 和 改善 運動 是 他說 香港電車 是尊重 以及 關顧 電車迷 以及乘客 對香港懷舊之情 這件事 以及 知道他們 想把 富有香港 特色的標誌 是 電車保留 但是同時 亦都想大家知道 就是 電車 一定要與時俱進 不能停留 也要增加 效率 服務大眾 才能提升 競爭力 這件事 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如何去取得 適當的平衡 就不太容易 所以 恭喜 昨天 我知道 丁丁的記錄 開發了 可以告訴我們 更多嗎 我想跟大家說 昨天 香港電車 他們推出 一個叫做 丁丁日記 那個丁丁日記 就是 找你們 叫做投稿 你們對丁丁有甚麼故事 我們可以聽到更多嗎 是的 當然 謝謝 你們有做了很棒的書 很棒的照片 很棒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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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是 是一個珍貴 跟《DingDing Diaries》的 campaign 我們想要 集合 集合 最多的故事 因為在香港 或者你可以先翻譯 對 他說 讚了一本書 裡面 也有很多圖片 故事 希望這個丁丁日記 可以延續 大家可以分享 因為大家 例如在香港 住 就算不是曾經搭過電車 都一定有故事 可以分享 很不可思議 這是不可思議的 因為每個人都有經歷 每個人都有故事 例如第一次跟愛人相遇 例如在電車 或者小時候有些什麼故事 也都可以和大家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 踊躍 去 講一些故事 出來 然後就在他們的念書 出現 鼓勵大家 鼓勵大家看這些故事 以及投稿 鼓勵大家看這些故事 以及投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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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開始的答問環節 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想問 問我 也可以 問他們也可以 問幕後英雄也可以 每個人都可以回答問題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我記得你 你的中文英文也很棒 你先把你的問題說來聽聽 你是否跟丁丁有關 跟丁丁有關 不是剛才韓國那些 我無法翻譯的 朝鮮那些 我經常講朝鮮的 你先說中文 你想問什麼問題 然後你直接應英文問他們 好嗎 我想問的問題 就是 現在 日本 台灣 譬如說 鐵路車輛的 塗裝 譬如說 大家交換塗裝 來做廣告 暫時 香港電車 有沒有這樣的創意 我請你 請你 請問問 然後 你請問 你用英文問 我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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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她不知道 是很新的 很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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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問 香港人 還有很新的 當然 我請問 好嗎? 問他了嗎? 剛才他所說的就是 Can you do it slowly? Yes, so I said that our shareholders 他們的 shareholders 股東 are also very proud of Hong Kong Trams 很驕傲對於香港電車 and communicate a lot on Hong Kong Trams worldwide They use Hong Kong Trams image to promote So there is no issue with the visibility of Hong Kong Trams worldwide 對於 visibility是否曝光 香港電車這件事不是一個問題 還有沒有其他人有甚麼問題? There was an innovative case for exchange lever between Hong Kong Tramsway and Kowloon Motorbus KMB for the Trams KMB Intertrans discount Yes, that's innovative case Okay Yeah, and if a Hong Kong Tramsway would have a lever exchange with the first style of the TGV locomotive it would be very funny Okay, okay Okay, okay Do you have any other questions? No Okay, Helena, your friend Good evening Do you foresee any air-conditioned tram in the future or do you think that would ruin the entire image of Hong Kong Trams? Yes Yes He wants to ask about the air-conditioned tram We know that there are big expectations from the Hong Kong citizens We know that there are big expectations from the air-conditioned tram And with the climate we can understand And with the climate we can understand We launched a pilot a few years ago We launched a pilot a few years ago This pilot demonstrates that it is achievable 而香港市民的反應是很好 但從船舶到船舶製作 有一個差距 現在唯一只一步 但如果它是大量生產的時間 中間是一個框框的 現在他們努力希望能夠趕快這個工程 新的材料在隔熱方面 但希望它能夠有效率 但它是我們的精神 我們的傳統 我們做到所有的東西 根據他們的精神 他們的所有東西都在他們的廠裏製作 所以這意味著我們的工程師 雖然他們有很多工程要做 但這些是其中一樣要做的 最後回答你的問題 最後回答你就是一定會來的 不過是不知何時 還有其他問題嗎 請問我現在還有沒有神秘抗嚇這個系統 哦 你還會有一個額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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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外? 處理成功 處理成功 ructive agent ゆう www. 很快樂 嗎? 是的 Abu Suchan 這些又是關嘴強項 讓我回答 謝謝大家 其實現在也有現 STAT 但現在主期就安排這需要取消工作 平時我們特別的項目都會找一些同事出去 一些寫字樓的同事 或者一些新入職的我們都會安排 大家爭取時間問了 是不是快要簽名了 問多一個最後一條,好嗎? Thanks Hello, good evening As you may know, there was another trend company and this is now a French restaurant, nowadays maybe you all know Will the trainway open any areas from your back office to be served as a restaurant or to be served as a museum for the public? Restaurant? In the future, I mean 你懂得說中文嗎? 你給我解釋一次,謝謝 其實可能有些前輩都知道 以前還有另一間電車的公司 那間公司的adjust 其實現在已經是一間法國的餐廳 都開放給公司吃東西 我也想問一下 其實現在電車公司 會不會都有些area 可以做到這件事 就像一個museum 開放給公司的 Oh, thank you So, yes, we often have the question about a restaurant tram 他經常都會收到這些問題 Honestly, it's a long process and we need to involve many parties because we are not a restaurant owner if there is a long time we are not a long time and there is a long time half time and there is a long time 所以上次 我們都已經有很多 包括 架架的 架架 和 架架的 架架 我們會繼續有更多藝術和文化的合作 我們也有一個計劃要邀請客人進入電車 不是說餐廳而是看他們幕後在做甚麼 謝謝大家參加這個分享會